2月5号,国务院多部委在北京举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当天,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实行第五版 第五版诊疗方案中,有关传播途径的描述和第四版有所不同 在第四版诊疗方案中,对于传播途径的描述为 经呼吸道飞沫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亦可通过接触传播 第五版则修改为,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 气龙胶和消化道等传播途径尚待明确 大部分病例都是以呼吸道飞沫传播为主 分辨当中也检查出核酸检测的阳性 也不排除经消化道传播的可能性 所以应该说这一版的对于传播途径的描述 也是基于我们对这个疾病的临床特点和发生发展的特点 及时把这些经验纳入到方案当中以指导临床的实践 针对其中的变化 国家医疗专家组成员李兴旺在发布会上介绍 新型冠状病毒通过气龙胶和消化道传播 目前没有更多的证据 社会上很多对这个传播途径也是很关注 包括在分辨中查到病毒这种肠道的传播途径会不会有 所以说这里面也是目前没有更多的证据 所以说在诊疗方案里我们是这样写的 就是气中胶和消化道传播途径目前尚不能上代肯定 就是我们关注到的这个事情现象 但是我们要什么样 要做更多的研究工作 在今后能够如果有证据的时候 可能会更改我们的这个传播途径的写法 第五版诊疗方案中同时明确 无症状感染者也有可能成为传染源 对此李兴旺表示 目前确实发现了这样的情况 这部分人为什么说可能是传染源 因为从发病机制来讲 这样病人他既然带有病毒 那么就可能会造成一个传播 但是从情况来看 这个病人既然是无症状感染者 相对的他的病情偏轻 而病毒量的多少跟病情轻入 还是有一定相关性的 那么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他的病毒量可能会比较少 因此在传播能力上 比那些重的病人 他的传播力可能会弱一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